红终出口 宝积高义 再看经文 耳时世尊告文书是脸 耳时正耳之时 当你真如是发心时 在大决体中 如是如法应对 如法仇妇和仇打 叫做耳时 就是正如是仇打之时 所以耳时 既然要讲到耳时 经文常常要讲的 都会提到耳时 所以这个耳字就是让你回顾最初 前面那些文字中的发心 所以世尊告文书是里言 世尊就是大决一切世间之所尊 那为什么要刻意讲世间之所尊 要它叫大决体中 它就是入世的一切的根源 所以要讲到世尊时 你就一定要在一切的世间的感受里面 你体会它的根本的根源 根本的决体 那是一切世间法中的流出处 那是一切世间法任何念头的源头 那就是那个大决体 所以讲到世尊的十种称谓 十种名号里面 在每一个名号里面都要知道 虽然都是说佛 都是讲世尊 都是称谓如来 但是你要在不同名号里面 你还要体会到当下用心的不同 观想的不同 所以讲到世尊时 你就是要在一切世间 所有一切念头当下 你要如是回头称谅 那才能看到世尊 那既然如是你行者已经能够在现在 所发起 一切齐心动念 发心当下 都能够回头称谅 所以你就能够设什么 设一切先前所起的一切万法 一切万念 那个一切万法 一切万念里面才有什么 才有回头皈依 才有回头清晨的心中的景仰 跟真正的尊重 尊敬 要取那种真正的尊重跟尊敬 表示你行者已然在念头里面已经完全设行 所以用世间的语言告诉你 那种形态 形仪应该是如何 目的就是告诉你 你完全已然投入在如是相中 如是心中的智成中 所以叫世尊告文书实力 告文书实力就是告诉如是大智 在一切法中的之所尊重 要念念之间看到你如是如实 如是的根本的智体 这就是圣性上面的彼此的仇打 就是在你圣性体中的彼此的应对 那你怎么能够感觉到圣性彼此的应对 彼此的仇打 那行者要发吃尘心至尘故 心中就如是回响 一个人向善时 事实上我还是凡夫 最初向善 但是心中已经至神恳切 念念之间已经回响 已经念念之间在这边做官善人的境界 虽然还没有证得至善 但是念念之间已然在至善的种种法中 如是去思量 在这个如是思量里面 念念又能够发起第二个智慧 就是念念他在心底深处 感觉到有一个力量 为他自己慢慢地批拨 念念照查 那就是文书 行者虽然最初发心他还未证 可就在这个心中 会看到心底中 那两个智慧会不像的 不断地在自己内心深处为自己仇打 将来你看不到就是发心不真 就是发心不真 所以将来你真正发心赤诚处 就在你一下去让智慧大师 他能够马上登到法华会上 你才知道一些诸佛法会 从来不歇 从来不是在你世间的种种感受之中说的 不是在你世间的空间时间量上面所体会的 你行进到如是时你就登上如是会 你就登如是会 所以法会依旧在 那个庄严就依旧在 那心底深处 只是在这个上面讲起来 大家不懂时以为是仇相 以为是讲的是天方夜谭 以为是讲的是怪力 可仔细是不是像我刚刚讲的 真正就是如此 当你要发心赤诚时 你心中心底所参究那个智慧 虽然还未明 可他在你内心之中的回响 已然可以跟你另外一个心中的智慧 他照查心中 已然成为对答 谁在听 就是你现在那个想要向善 那一念心在听 念念听受 你这样讲 大家应该会体会得出来吧 每个向善 每个心中都会这样子的 你想不管是向善 向学习心中也都是如此的 你要学什么上面也都是如此的 你学世间的记忆也都是如此的 你在发心参学样法时 你念念之间 你感觉到回家 念念在心底深处 居然会有个声音 比如想烹饪好了 就在烹饪 在心底有个声音 好像就在不断的告诉你 你现前的心底的那种造查心中告诉你 应该是如何 应该是如何 然后你心底深出那个造查 那个思维的那个大志 念念好像又在又在辨析 是不是如此 是不是如此 谁在听 你现在这个心在听 你现在这个心在慢慢慢慢增上的 只是我可能比喻的不好 但是你仔细自己回去思维 你才能够发现心体的不可思议 那当然你能够思维出来 你当然能够相信任何元爵会上 法华会上也就是在如是二师 就是在如是二师 所以师尊告文书 是立菩萨言 善哉善哉善男子 善哉善哉 那当然就是讲说发情者善 你就真正能够在如是心中 如是志向明确 念念如是志诚恳切 如是精情者 那当然是善 那后面那个善男子 善男子要讲堪能者 善 是堪能 所以男子相中就在堪能中说 在能中说 所以经文常常有说 善男子善女人 讲到善男子时 是要讲到那个力量的智慧的堪能 那就是善男子相 讲到善女人时 那要讲到那个三妹相中 那心中的安定 那就是善女人 那就是善女人相 所以在法会之中 善男子善女人 男女二相 就是阴阳二相 一样不能够就是错乱 要清清楚楚 所以这里讲善男子时 就是要知道你那个智慧的堪能 所以如等乃能为诸菩萨 咨询如来因地发心 如等当然就讲大智文书 但是大智 大智他不是一个人表 我就讲到智 大智讲到一个决体时 虽然他是表文书 只是讲到文书时 你是看到一切中 所以就如前面的经文讲 一切诸来所设一切诸来法中 所以他讲到大智就是大智所设的一切法中之中 叫如等 所以将来你要看到这个智慧 要看到菩萨德相 他的德号时 你虽然称的是文书的名字 可是你心中亮的是智体所设的一切作用 那叫如等 所以心中但称文书 你要看到他这个大智底下智体所设的一切作用 将来你要是心中称念观音 也要在大悲体下所设的一切 心体的 同体的智慧流出 那就是如等 所以那个观音之中一定要能够射默 菩萨 菩萨既然叫大觉有情 他一定在大觉之中也要射默 所以射默那哪个默中不是根本的什么 菩萨的用体 所以哪个你在大智中看 哪一个念头当下 哪一个所设的众生界中 哪个不是文书的眷属 哪个不是文书的眷属 假你还看不出那个眷属像时 表示什么 表示一个行者发心不明 你看出那个眷属像 不是过去我们众生的知见 以为是他属于哪一类 这种分别叫眷属像 这种分别只是学术思想 行者的发心知道眷属时 他会在种种的意念里面 已经帮他归类 归类就是他知道这样的形态 这样的作用 虽然同样都是这样 这一个念 同样都是这一念心 都是这一法 但是在某种形态上 它是属于智 某种作用上 它是属于行 这是表示行者 念念之间 已经在心体之中 批拨为行 所以他才能够分明眷属 才能够清楚眷属像 所以他不是一种 一般的学术思想之中 所谓的归类 那种叫眷属 大文书所说的一切什么清源 不单只是这种文字阴生而已 那是一个行者念念之间 参就如是心中 在每一个名相当下 就如是名 他马上就能察觉 现前的一些信用 种种不同的信德 这要归类 所以这个归类不是说 真正有类可分别 这个归类是就在同一个念上 同一个念头上面 你居然可以在信用不同 分种种归类 种种眷属 那在这一念上 这一法中分出来 那才是什么 那才是容一切法 将来在大悲 也是在如是念体上 如是作用体上 分出悲心同体 所以你能够在一法之中 在一项中 每个念头之中都如是分类 所以你就在一个念头之中 你就可以看到 它是哪一法属于智 哪一种德属于悲 哪一种德属于心 那这种分类 这种眷属 就不是什么 就不是玻璃 这就不是玻璃 这样子说眷属 就是心中的大名 那叫做批波 那叫批波 那不是玻璃 玻璃不是那个玻璃 是拨开分离 就不是玻璃 那叫做批波 所以批波跟玻璃 是完全不同的 那种思想之中 那担当完全不同的 学术的东西 它只是现在 你感觉到知见上面的 这种不断的 在这种辨息而已 行者 一个学者 那不是只是知见的 这个字像上面 声音上的辨息 那是一个心体直下的担当 它全然是心体直下的担当 所以有的时候辨息 你会发现在辨息之中 都有它所遗漏处 因为众生跺在辨息上 那都是心中 向外攀缘的气氛 你心里面如果是 真正是在心中 所设的心中的 心明的认知 那种 所流露出来的声音 你才会知道 那些法法之中 它能够彼此圆容的 那辨息有的时候 它会带你走向将来 在心中剥离的那种知见 所以你站在见中找不到色 站在色中找不到见 站在能中就忘记所 站在所中忘记能 仅然有的时候 你可以把能所合一再说 在你能所怎么样合一再说 但是你总是不知道觉 你就似乎就抓着能所 因为还有合一嘛 还有能跟所在合一 你知道觉的人 你任你说能所 任你说能所时 讲能讲所没有过就 它不会偏多 因为不会 什么叫偏多 它根本不立两个名字 是方便说有能有所 但心理上明白是 觉体当下方便献出 好似是能好似是说 好似之中 你知道它的作用上面 它会有献如是像 但你不能说它真有如是 就像《圆绝经》讲的 魔灵珠献出 种种五色光明 那愚痴的人才会说 这魔灵珠俱足如是无色 它一定能够现如是的庄严现象 但你能够这样子去 剖析庄严现象 但你要是在心性体会的人 他会在一切七切像中 在剖析之中 是为自己的心跟智慧在圆绘的 因为圆绘在一切法中 你不会混乱 在一切法中作用 你才能够清清楚楚 假如你不是在心性上说的 你只是在文字声音上面去辨习的 久而久之 因为不达性故 有的时候讲到这个 就好像跟那个 好像永远没有办法会得 你会走到这种瓶颈里 你说有的人从学术入道 当然有可能 你写久了入道之时 你就知道原来过去的是非 所以从此以后你要入决心中来 那么会 但是就现前有很多 尤其在家菩萨所讲的那些学术 你一看到就是什么 就在剥离 就在不断地剥离拆解而已 看不懂的人 就会被那些文字所迷惑 那些声音 那些名相所迷惑 懂的人就知道 原来你永远都在剥离 都在拆解 所以那叫可怕 所以这里面讲到这个善男子 如等乃能为诸菩萨 咨询如来因地法行 所以这个咨询之中是 向上本分事理问叫咨询 向上本分事理问 所以你之间 你都要在向上本分事理里面 你要去体会的 这一切法一切象中 你都要是在自己的本分上面 去不断地去思维思量 甚至于讲一个公案 讲一个祭祀 讲一个什么象 你都要念念之间 要体会那就是 性中的什么样的德相 你要再看到一些世间 连大山大水 你见到那些世间相识 你都要解释 它是因为什么性德固显的 你将来仔细在世间上分析 你的世间上万物 一切山水 林木 池草 你都能够分析出来 现在众生的业力 那现在众生的业力 业力业性也离不开 你根本决心了 所以你能够在业性上分析世间实力 当然就知道 决心都不可思议 决心能够成一些缘起 成就种种差别 不同的业性业感 那个不同的业感业性 能够成就不同的世间 医报 你不要小看 真的是如此 那没有德的人 他也有山也有水 那个山是什么 没有生机 你跟书都不着 人家看到大山是生气盎然 那才叫山嘛 我当时看到大山的高原 我能够感觉到任何心中 随着山所起的种种生机嘛 你才叫做大山嘛 那才叫爬山嘛 那心中那种豁达 可是你看到一个黄腾腾的枯山呢 那完全感觉不一样 那个山是压迫 那个山是心中的困窘 那完全作用不同 你一样看到河 在有福德的人的河 是清澈的河水 不断的蜿蜒流淌 那还要蜿蜒 蜿蜒表示那个心中的随物 曲形随物的 心中的柔软 那流淌 你太直还不好 太直了 蜿蜒流转 就表示心中的随物的那种柔软 没有德的人 那个河道呢 干涸 干枯的 你不要看河 还好 看河渴死 所以那是河吗 象中有河 没有一滴水 所以你才能够知道一切世间 所有气世间的造物 都是随不同的业性所表达的 由山有水 山水就变成了过去 过去夜感之中 心中所执着的心中 那种供高 我慢的这种妄向 以为大象 所以陷的四大之中 山水 行色 都是一大 来压他现在的委屈 过去心中有福德的人 有福德的人 就是念念之间 还能够呵护周遭 心中柔软的人 那种心中的成量 看到的山水 念念之间看到就是 山中不但是高远向 那处处在心中 不但传达那种生气 盎然的生机 那是完全不同的 那走进一条大河 看到那个大水 那感受完全不一样 所以世间都是这样子起的 所以哪个不是 就是在你自己本性之中所流出 所以念念之间 你都要在自己的性上面去参 就根本就在觉性体上去参 你能够在一些法中去思维那个业性 你就能够慢慢去体会那个觉性 因为既然知道是业性中起的 要表示世间是虚妄空 都是业性所称 那业性要依谁起 一觉性起 没有觉哪有业性 所以就会自然而然在业感的那种强烈 刚强处 你自然就什么 你自然就不会像过去众生一样 不断的被他束缚 你自然不被他束缚时 你才能够明白过去是怎么样虚妄的 被一切感受束缚 使之着飞 那使之着飞时 你要是上上个人当下马上开悟 那我们都是下下个人 使之着飞时就是什么 就是现在开始践行时 开始起修处 所以你要起修还是要在什么 在信上本分式里面 不断的去咨询 在自己根本性上不断去咨询 所以一切法中就是 本来就在本分式 本分的式上去追寻 里面问的 所以问如来因地法行 要问如来因地法行 要问这个如来因地法行 前面已经讲过 就是你念念之间就在本分式里面 不但只是像我刚刚讲的是 一些一个最初的行者 在一切现前的世界之中 在现在的生命所有的接触的环境里面 你体会自己的根本决性的本分 本分 也叫本分也是本分 而何况你是以大智的姿态 用大智文书的立场 来问你根本大觉体中的本来面目 那么因地法行 所以你更要清楚 所以虽然是一个凡复行者 你也是要在心中先要最初 最初知道你自己家山的根本面貌 随你现在的智慧的差别 所体会的不同 所以回家的路上的显异困难 有种种不同 但是最初发心 我们知道同样都是一样 要先问家山再何处 但只要你肯发心先问家山再何处 虽然现前虽然有种种智慧不同 你所面临的苦难折磨不同 但你要只要发述如是诚心 总有一天你所达到的比比相同 只有一天你登上家山 那个时候不管你是有志 是愚痴到达家山 大家都是同 大家都相同 只在这个上面才说繁情的种种不同 可是在讲他的共法之中 在讲他的同中 同问如来本起因地 一个向善的人 他一样只是同问至善的根本发心 这点要同 这点绝对没有不同的 只要是世间学者 他心中校要学士的那个发心 也是相同 只要是出世间的行者 虽然说叫出世间 但事实上还在世间 那个念念的发心绝招 也是根本要同 虽然用的名字不一样 有的人是为了了脱生死来 有的人为了发大慈悲中来 所以用的名字不同 就像刚刚讲的个人的根气不同 但是发要了脱生死 或发大慈悲要振菩提心中来 都是要问你如来本起因地 你自己根本家山的风貌是什么 那个所问都同 所以接引之中用的方便虽然不同 因为终生种种根气故 给予他所有心中的期望不同 但是他一样同意要问 如来本起因地 你都要看到自己根本信中 那你说法师讲这个是真 当然是真的 你看阿罗汉正的 你不要以为小声闻声闻 每次讲声闻好像跟大圣人所发的心不一样 那是方便在剖析 绝对没有半分的轻蔑 因为哪个不是从声闻中上登进的 哪个不是从下世之中而终而上的 哪个不是从初心之中而终而后的 但是你在发心中你要这样分析啊 所以才不会绝对不会让甘心自己只剁在中途啊 就好像一个发了心要好好学习的人 因为要发心好好要取得学士 于是乎他就自然而然 他就能够启发自己上学的这个用心嘛 他在上学的时候他就自然知道 小学中学高中大学 他绝对不会中剁 中间就剁了中间就断了 你说他还没有证得这种是智慧 他怎么知道小学之后还要读中学 因为学习心中就是如此啊 学无止境过 他就不会堕落在任何地方 他就不会为自己设限了 假如为自己设限 那就是就是最初发心是因地心中不真的 世间的学心还是也是如此啊 何况是一个觉者 觉醒者用的这个学心啊 当然如是啊 所以方面只是说小圣法中 身文法中种种不同 但目的是要你 启发你 你还是要如是在按部就班的 如是真上 如是登进嘛 但在如是登进中 那你就不是心中跟过去一样 你会不断地偏颇在哪个地方 以为有所得以为有所就可以了 就是如此 因为你心中潜在意识有这种 有这种声音 这样子就可以了 到哪个地方就对了 就可以了 所以你在听到别的声音时 你就不会耗耀 我说别的声音当然不是除学以外 除觉醒者以外的声音 是说真正就在觉醒者当下 那个声音你就不会耗耀听 我就这样就行了 我就不用这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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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是学心暗昧 那学心真正发誓 就如法华经中讲的 真是阿罗汉 若有但文词法不信者绝无是除 真正是修心人 这样跟你讲心 你当然分别 你能分别的出来 是不是真心性吗 一个修心人跟你讲心 你分别不出来 那是不是真心性 假如你分别的出来 那是真心性 哪有不好耀的呢 你分别不出来 那过去你怎么是修心的呢 所以这才会告诉你 一切行者最初归家 其实都是要像什么 都要问如来因地发心 都要去体会因地发心 所以真正的阿罗汉 也是在这个上面震的 所以真正阿罗汉 他是震到知道这个觉醒 知道如来的面目 只是他心中体会的不同 就是刚刚讲的个人的根气不同 体会不同 他看到大觉体 大觉他能够大觉 一些感觉都是大觉神 大觉一定能够起身种种觉 但种种觉哪个不是大觉 所以他会分出 在一切感觉中 觉性是真吗 你要有一念多在感受 他没有离开众生 不是像外道还分开的 有一个假一个真 他已经知道全然是真 就在假都是真 都是真性 所以他不立假 他不是分开有真有真有假 分开有真有假 是外道 小圣人已经知道就是一体 就是大觉 但是他站在大觉心中 他永远注真 这便说的 那里有假不都真吗 所以他看哪里有假 所以他不会发一念度众生的心吗 根本没有假那里度 怎么度 你要说假 但是说假都是梦 他怎么可能在梦中再说种种行为呢 他已经正真 只是在这个上面体会 还有体会之这个上面还有执着而已 但是真正要是在这个上面还有一点执着 但有因缘有碰到大菩萨 或是诸佛开始 马上就能够破亡 破他最后那个墓名 他就能够回心 他叫回心大阿罗汉 他就能够回心 所以就像法华经中讲大家社 所以有一些生文人 听到诸佛讲法华经 讲到这根本一佛圣地 就是大觉哪有分种种 差别象中 那一佛圣地心中的好要欢喜啊 所以每一个阿罗汉都授记作佛 为什么授记作佛 因为当下本来就是佛性嘛 就是授记作佛 因为念念之间已然不在中间中度 在中间还有流至 所以当然就是佛 但除其忘 这是在深文人讲 在阿罗汉讲 那一点无明破 那马上就是佛性 就是打开圆解处 你不能说阿罗汉不开圆解 那他不能叫大开 那就是直下正道佛性史 所以这里面讲到阿罗汉他不同外道 外道还是真正有差别的 所以你为什么你知道 你说法师要怎么分别 你看现在在外面外国 讲的那个叫什么 灵修还是什么样 他还是感觉 或者是外道说的残作 就是让自己亲近嘛 感觉到有一个近嘛 慢慢慢慢走进内心嘛 什么都是这种声音 哪有内外可得 你照见没有内外可得都是一心 你才是阿罗汉才是深文人 你先要在这个 根本不在内外中偏多 才是深文人 所以觉醒者 因为最初我们开始学习时 念念之间还要知道 你自己现在还在那边妄想分别 你念念不认诀体 你还在那边不断的偏多 所以《原觉经》中讲到 什么他时 他也是在决心看着什么他嘛 决心之中本来非种种相 他永远看的是决心 我怎么还住在相中呢 于是心中安置 但是他在这个急性中 在这个止中 因为他知道非种种相 但是他看的是决心 所以他常住在非种种相的 清静里面 是心中的 就是维系的注着 但是他在这个维系的注着里面 他能担当种种相的 只是在这个上面 维系的注着还没有破 所以他能担当种种相的 所以他长得 守望他的人 真修守望他的人 十方世界 有意众生 起一心念 他都能知 心维系到这种程度 清楚啊 他在片质之中才看到真嘛 才看到那个劲呢 只是他在片质之中 永远守着那个劲 那那个手 那那个手不是我们现在用指尖 能够体会的 他就是维系 住在那个镜中 安静的镜 住在那个镜中 那是阿罗汉 那是神文人 不是现在 你看到一切 还在分 什么叫做 什么叫做清静 什么叫做无念 什么叫走进内心世界 你小心 走我入魔 哪有内心世界 你看到内心世界 什么是内心世界 肝胆肠胃 看了你不觉得恶心 你看到外面一切感受 哪个不是内心世界 你何必还要走进内心世界 所以不必那么多余 就表示你念的之间 还不是关心 所以有的时候 你故意要在执着 在某个地方观持 你不知道众生的忘心 是很可怕的 突然在某个地方观持 他会起种种幻觉的 或者发光 或者是体会到里面的维系 或者看到你一般看不到的那些东西 但是你那个都属于 楝言经讲的 捏心所见 捏目所见 为什么知道你是捏目呢 你除去如是见 其他都不知 连决心都不知 不曾闻 但闻你长到任何心体上 心情上的作用 你一直不断的追逐 你看到的内心世界 以为高兴 以为雀药 像麻雀跳药 只是这样子而已 所以你就可以看到 那个外道的可怕 那跟身为人完全不一样 身为人还是要知道 如来因地的 你要知道你家山灭目的 所以千万别搞错了 我们现在是身为人 也要知道家山灭目的 只是你在听到这个家山灭目时 随个人根基不同 所领会不同而已 但是最初要去向学的 听闻的还是一样的 你不能有所差别 不能有所差别 刚刚讲到那个 世间众生那个妄念 有些人在妄念之中 分不清楚的 搞不清楚的 有一些现前的现光间 华那种幻象现前 他就会桌子攀圆 他搞不清楚的 真正搞清楚就是 任何幻象现前 你都能放得下 你都知道是绝 为什么放得下 你都知道是绝 所以你自然而然 在那个幻觉之中 都会放下 你都能放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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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都要看 你都照亮 你都能放下 你都可以放下 你都能放下